台海市新北市第一选区市议员候选人郑宇恩呢 最近却为了许多对他不利的留言所苦恼 郑宇恩表示呢 近期有支持者向他反映 收到有心人士在散播传单 上头写着另一席字已经稳定当选 对此郑宇恩强调 没有稳定的这种说法 现在是呢 必须要拿着支持者的每一张选票 才能够让他有机会继续在议会为大家服务 选战倒数两天 各候选人都准备进行最后的冲刺 要拉足每一张选票 而在新北市第一选区市议员候选人郑宇恩 最近却因为许多对他不利的留言所苦恼 郑宇恩表示 近期有支持者向他反映 收到有心人士在散播传单 上头写着另一席次已经稳定当选 对此郑宇恩强调 没有稳定当选这种说法 现在也是必须支持者的每一张选票 才能够让他在市议会继续为大家服务 现在有很多耳语跟谣传说宇恩稳当选 但是实际上如果没有投票之前 不可能有稳当选这件事情 而且所有的候选人都非常担心被说稳当选 因为稳当选之后分票分过头就会变成落选 所以宇恩也要呼吁乡亲 继续全力的支持三号郑宇恩 让宇恩有专业有能力的市议员 继续留在市议会为大家打拼 也请乡亲有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 告诉要请大家相信宇恩 需要大家的一票让宇恩留在议会 郑宇恩表示还没有到投票日结束之前 绝对没有稳定当选这件事情 而且所有的候选人都非常担心 自己被说成稳定当选 而稳当选分票分过头就会变成落选 郑宇恩也呼吁选民能够独立判断真假 并且多为郑宇恩拉票才能够真正当选 此外在选前的最后冲刺 环保署长李应援也特别来到淡水 陪同郑宇恩车队扫结 署长他也在下班之后全力的赶到淡水 然后希望陪宇恩来扫结来争取乡亲的认同 那也很感谢署长 署长今天能够特别从台北跑过来 然后陪宇恩一步一脚印跟大家拜托 李应援说过去曾经在淡水选过立法委员 当时结交了许多的老朋友 因此这一次特别来到淡水 为郑宇恩拉票 也肯定宇恩的服务能力 更希望在选前最后一冲 打出干净亮丽的选战 有能力会做事 全力支持三号圣语恩 记者 许端一 带学采访白党